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人体器官和生理组织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对肝脏 心脏 肾脏 大脑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都是一种透支 引发多种疾病 下面小官就来告诉大家因长期熬夜而会产生的八种风险 一 皮肤受损 长时间熬夜 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 使皮肤干燥 弹性差 会暗无光 出现暗疮 粉刺等 二 超重肥胖 人体在睡觉时会分泌一种瘦体素 长期熬夜会影响瘦体素分泌 脂肪分解会减慢 三 记忆力下降 由于交感神经夜晚得不到充足的休息 白天就会出现头昏脑胀 记忆力减退等状况 久而久之还会出现神经衰弱 失眠等问题 四 心脏病风险高 长期黑白颠倒的人不仅脾气会变坏 内脏也会得不到及时调整 使心脏病等患病几率升高 五 肠胃危机 人体未粘膜上皮细胞 平均二到三天就要在夜间更新一次 胃肠道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其修复 六 肝脏受损 二十三点至次日三点是肝脏最佳排度时段 如肝脏得不到休息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 已受损的肝细胞难以修复并加剧恶化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肝脏受到损伤 全身健康都将受到威胁 吸耳聋耳鸣 睡眠不足 依造成内耳攻血不足 伤害听力 长期熬夜可能导致耳聋 八 增加患癌风险 人体免疫因此大多在睡觉时形成 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 出现疲劳 精神不振 易感冒 易过敏 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 免疫力降低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 多项研究证实 熬夜与乳腺癌 斜肠癌等疾病风险的提升 存在紧密联系 比如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 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 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 肠胃不好 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 病情严重还会反过来影响 睡眠质量导致肠胃肝脏健康进一步恶化 不知道有多少人晚上长长熬夜或者大吃大喝 我们都知道这样很伤身体 那么到底伤害在哪里呢 其实熬夜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 因为肝脏是我们身体里唯一的解毒器官 平常吃进嘴里的食物 肝脏要把有毒的部分全部留下来 进行解毒 分解再排出体外 而晚上是肝脏集中精力的工作时间 我们在这个时间不休息 反而大肆吃喝 让肝脏完全超负荷 我们坚强的肝脏从来不会喊疼 所以也最容易被忽略 可是当肝脏真的喊起疼来 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所以长熬夜的朋友们 一定要比平常人更加爱护它 我们一说到熬夜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补觉 补觉是熬夜后的救命稻草 但小官在此还是要提醒一句 补觉并不能消除熬夜带来的伤害 因为熬夜后的补觉 依然打乱了人体熟光照 影响的正常昼夜节律 昼夜节律的紊乱 干扰了大脑中式上河的工作 进而造成人体内各种神经 内分泌调节的紊乱 所以熬夜扰乱生物中的工作 不一定可以通过补觉来调节 熬夜后狂睡补觉 你觉得自己睡够了可仍然疲劳 因为这样补觉是没有质量的 起来后还是会觉得没睡醒 看起来补觉也睡了八小时 但其实大部分时间 人体是处于潜睡眠 或做梦状态下 这些都是无效睡眠 很多轮班工作群体 如护士 安保人员等 虽然在夜班后可以得到补修 但它们依然是心脑血管 和代谢疾病的高发群体 就证明了这点 所以如果你因工作原因 不得不熬夜 不妨试试下面这些补救方法 首先我们应该早起 避免恶性循环 美国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中心临床专家 查德·罗奥福博士表示 睡眠者最大的错误就是早上赖床 以保证八小时睡眠 即使早上睡懒觉容易推迟生物中 使晚上更难入睡 造成恶性循环 建议即使晚上睡得很晚 早上也要按时起床 起床后将窗户打开 在窗边享受一下阳光 清爽的空气还会使人 瞬间精神 冬天太阳升起的觉晚 早上不妨将房间灯全部打开 以弥补阳光的不足 其次是午睡 恢复身体 有句谚语叫 一夜不睡 十夜不醒 意思是说 如果一晚上不睡觉 就是再睡上十夜 也不能把损失补回来 专家建议 熬夜后最好的补修措施就是睡觉 除了正常的夜间休息 还要先逢插针的午睡 年轻人用二到三天 四十岁以上的人用五天左右 身体就能恢复 然后就是饮食 排毒 调理 脏气 一 喝水 早晨醒来后喝一杯水 可提高警觉度 消除疲劳感 多喝水可以促进新生代谢 使得体内废物排出 从而减少代谢物和毒素 对肝脏的损害 但只是光靠喝水来达到 修复肝脏 养肝护肝的功效 也是远远不够的 聪明的你要学会 给白开水里加点料 这样久而久之 让常常熬夜的你 肝火降了 毒素没了 皮肤好了 口气也变得清新了 水里加点料也护肝 首先是开水里加点红枣 红枣水护肝 早已不是新鲜事 每天给肝功能差的人 喝红枣水 持续一周 可以达到养护肝脏 促进肝脏解毒 排毒的效果 医学也认为 红枣水有补气养血 输肝解育的功效 将果肉丰富的红枣 掰开 用温水泡发 这样维生素 更利于肝脏吸收哦 其次是掰开水里 加点柠檬 柠檬一直被誉为 是解肝排毒 养颜美白的最好水果 早上起来喝柠檬水 是最佳的养肝时机 因为柠檬中所含的柠檬酸 可以促使肝脏生成胆汁 帮助身体排除毒素 缓解肝脏负担 另外可以白开水里 加点金银花 金银花胃苦 却是降火清肝的佳品 对口臭和便秘的食疗效果尤其好 它本身就具有清热解毒 通筋活络 抗菌抗病毒的作用 还有美容 减肥解救之功效 都知道喝酒伤肝 建议喝酒的朋友们 可以多喝金银花来养护肝脏 还有白开水里 加点菊花 菊花属于花茶类 用它泡水喝 味道微苦 却是养肝茶类的代表 有着极好的疏散风热 平易肝阳 清肝明目 清热解毒的功效 不仅如此 菊花中所含的少量细元素 也是修复肝脏 并不可少的营养物质哦 最后白开水里 加点玫瑰花 玫瑰花茶香气浓郁 入白开水内 滋味甘美 微微淡苦 其实我们的肝脏超喜欢吃苦味 对于压力过重 心绪不宁引起的 郁结与肝火的调养效果最好 忙累了一天 喝一大杯玫瑰花泡的水 不仅养肝 安神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 二 水果餐 适当吃些水果 如芒果 橙子 胡萝卜等 富含维生素A的橙黄色果蔬 能保护眼睛 还有蓝莓 蓝莓含有的抗氧化物质 还能提神防止疲劳 三 按摩 夜里到凌晨不睡觉 会使人体内的阳气 得不到正常的修整 身体就很容易上火 出现头晕 咽喉 肿痛 反热口渴 便秘 小便黄等症状 除了多饮水 戒烟酒 膳食调理 规律塑西以外 按三个穴位也有助于降火 不干 一 三阴胶 三阴胶穴是皮精的穴 但是干精也从这儿经过 为什么叫三阴胶呢 因为肝皮肾三条阴筋都从这儿通过 所以三阴胶穴虽然是皮精的穴位 它也能治如慢性肝炎 肝功能弱等肝病 按摩方法 盘腿而坐 用左手拇指按压 右三阴胶穴五十次 然后用右手按压 左三阴胶穴五十次 如果按压后 再爱揪十分钟效果最好 二 大蹲穴 大蹲穴是肝精的颈穴 中医讲肝藏血 所以肝肌上的大蹲穴能治疗出血症 且主要是下胶出血 像崩漏 月经过多等 四季大蹲穴时 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按摩和爱揪 按揉方法 盘腿端坐 赤脚 用左手拇指按压右脚的大蹲穴点 按三十次 然后用右手按压左脚的大蹲穴 手法同贤 三 太冲穴 太冲穴是人体最大的排毒穴 如果是肝气郁节上火 按揉太冲穴是非常必要的 按揉方法 仔细找一找最痛的点 揉的时候要从太冲穴揉到行间 也就是从上往下揉三十下 或者直接点按五十下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熬夜的补救方法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